基隆校園食安接連出現問題 日前才發生營養午餐的麵包 出現活蟲 今年又有國小學生 喝了廠商提供的牛奶之後 身體不適送醫的情況 市府也派員到學校調查 採集檢體送宴追查 而市長謝國良也強調 未來基隆的營養午餐 都要納入廉政平臺 閹割把關 到醫院探望身體不適的小學生 希望他們早日康復 因為基隆安樂區一所國小 二十六號發生十四名學生 飲用廠商供應的牛奶後 出現身體不適送醫治療的情況 校園疑似出現食物中毒的情況 包括教育及衛生單位 都派員到學校調查 採集檢體送宴 希望儘快查明原因 教育處也將訂定 營養午餐的自治條例 規範相關作業 針對於這樣子的事情 檢查處如果確定的話 我們後續會以祭典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處理 如果他們有被驗出 相關的病原菌 我們會依照食品衛生管理法 可能會被處六萬以上 甚至到一元的這樣子的處罰 由基隆某高中 日前營養午餐的麵包才出現活蟲 現在又有廠商供應的牛奶 發生食安疑慮 學校內的食安一再出問題 也引發家長擔憂 對此謝國良強調 外來基隆的營養午餐 都要納入連鎮平台 評選時邀請檢聯 共同參與 若有涉犯不法的廠商 呼籲檢調徹底清查 還原真相 對於營養午餐活蟲案 檢聯二十五號 搜索供應商 約談負責人等相關人 到案 檢方認為廠商涉嫌已不實生產履歷 詐領補助金上百萬元 負訓後依詐欺等罪 預支負責人等九人 五到二十萬不等金額 交保後傳 其餘三人請回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基隆報導